事实上 从三国演义的故事来看 许楚就从来没有怕过张飞 每次阵前相遇 许楚都是敢于直接冲杀过去的 所以许楚被张飞刺中肩膀后 怕了张飞 再也不敢和张飞硬碰硬了的这个说法 完全是无稽之谈 许楚之所以没再和张飞有过交手 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许楚占张飞 三国演义中 许楚和张飞的交手主要有四次 许楚和张飞的第一次交手 发生在新野之战 当时许楚和曹仁奉命进攻新野 结果诸葛亮他们早跑了 给曹仁留下了一座空城 而且这座空城里 还埋下了很多引火之物 搞得曹仁大军被一把火烧得大败 新野城大火纷飞 曹仁决定暂行撤退 路上遭到了刘备众人的伏击 曹仁更是被张飞纠缠住了 幸好许楚及时赶来 才为曹仁解围 而许楚面对张飞也并没有打多久 直接选择了撤退 很多人看到这里便说许楚怕张飞了 许楚不如张飞 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看书只看一半 许楚为何不敢和张飞打持久战呢 因为他们遭到了伏击啊 现在四处都是刘备的军队 许楚怎么敢继续打下去呢 很明显许楚这是战略性的撤退 并非武力不如张飞而撤退 打个比方 长板坡之战时 赵云怀抱阿斗和张和只交手了十多回 就直接撤了 难道我们能因此说赵云打不过张和 怕了张和吗 许楚和张飞的第二次交手 发生在长板桥之战 当时张飞为了掩护赵云撤离 独具长板桥拦截曹营重将 这种情况下 曹营重将根本不敢攻击 就连曹操这个老大都被张飞吓得直接逃窜了 于是大家便认为 许楚这是怕了张飞了 许楚不如张飞 然而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 许楚和曹营重将之所以不出战 张飞完全是因为忌惮 张飞后面的伏兵 曹营重将之所以不敢出战 完全是看到了 桥东树林之后有很多尘土 再加上之前 他们吃尽了诸葛亮的苦头 所以担心诸葛亮 有伏兵在后 而且当曹操溃逃后 是许楚和张辽赶过去 稳住了曹操 劝告曹操张飞就只有一个人 怕什么 冲过去砍他 由此可见 许楚是根本不惧怕张飞的 他是因为在新野之战 吃过诸葛亮的亏 所以忌惮诸葛亮 害怕诸葛亮在后面有伏兵 许楚和张飞的第三次交手 发生在赤壁之战后 赤壁之战 曹操统率八十万大军 准备一举荡平江东 结果被周瑜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灰溜溜地跑路了 而在跑路的过程中 曹操又遭到了张飞的伏计 当时曹军众人 人困马乏 根本没有战心 面对张飞的突然袭击 眼看众人都要各自奔跑了 是徐楚主动站了出来 跑去拦截张飞 给了曹军众人以信心 重新燃起了曹军的斗志 看看当时的情况 曹军众人都胆寒了 唯有徐楚率先骑马来战张飞 而且还骑的是无安马 足见徐楚是多么的胆大 这哪里是怕张飞 要是怕张飞 徐楚完全可以自己跑了 徐楚和张飞的第四次交手 发生在汉中之战 也正是这一战 徐楚被张飞打伤 让大家都认为 徐楚是完全比不上张飞的 当时曹操和刘备在汉中熬战 双方在正面战场 都无法拿下对方 于是刘备命张飞和魏妍 去偷袭曹操的粮草 曹操听闻这个消息后 立马命徐楚去接应粮草 免得粮草真的被张飞等人给抢了 徐楚很顺利地接应到了运粮队 但接下来徐楚的表现 却令众人大吃一惊 徐楚接到粮草后 开始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直接就把自己喝醉了 这种行为 其实是犯了军中大忌的 行军作战时 哪能如此饮酒呢 徐楚之所以敢这么干 一方面肯定是战场认知不足 觉得这是大后方 张飞他们打不过来 另一方面肯定是自己的自傲在作祟 他觉得自己武力不输于张飞 根本不惧张飞 张飞要是敢来接粮 他直接将张飞打退即可 关于徐楚的军事素质 我们在此暂且不谈 就徐楚的此种行为 至少说明他是丝毫不惧张飞的 而且从之后 徐楚敢于直接单挑张飞 也足以看出徐楚一点也不怕张飞 徐楚醉酒面对阵前的张飞 他丝毫不惧 仍然敢于去单挑 这足以说明徐楚根本就不怕张飞 与之相比 当年张飞醉酒面对吕布的偷袭 不敢出战 扔下徐州城 连嫂子都不顾直接跑路 这种行为似乎是更有窃迪之嫌 两件事情相比起来 至少徐楚表现得更大无畏 综合徐楚和张飞的四次交手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徐楚和张飞的每一次相遇 似乎他都处于下风 但徐楚的表现从来没有怕过张飞 他压根就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徐楚这种猛将就从来没有怕过事 当然了 徐楚之所以不惧张飞 其实和他自身的超强武力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三国演义中武将的武功 大致是可以分为三个档次 一个是超级猛将顶尖水平 一个是一流猛将一流的水平 还有一个便是普通猛将的 而超级猛将的这个档次 主要就包含吕布 关羽 张飞 马超 赵云 黄忠 典围 徐楚几人 可以看到 徐楚和张飞是同一档次的猛将 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 所以徐楚根本是不怕张飞的 渭水之战 徐楚和马超大战两百回合不分胜负 虽然最后徐楚裸一斗马超 曹操派人上去帮忙 说明徐楚和马超的作战是落于下风的 但是这足以说明 徐楚和马超二人战斗力是差距不大的 而加盟关之战 马超和张飞作战 从白天打到晚上无法分出胜负 这说明他们两人的战斗力也是差不多的 由此可见 徐楚和张飞正面交手 至少两百回合内是分不了胜负的 而这也是徐楚不惧张飞的最大一仗 人家确实实力强悍啊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徐楚这个人的战斗力和张飞是差距不大的 而且徐楚这个人的性格是敢打敢冲 毫无畏惧的 那么为啥自汉中之战后 徐楚就再也没和张飞交过手呢 徐楚被张飞一毛刺落马下 为啥就没想过复仇回去呢 以至于给人留下了一种徐楚害怕了 被迫隐忍下去了的印象 事实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徐楚的职责限制 在很多人心目中 徐楚就是一个战场猛将和关羽张飞差不多 然而事实上 徐楚的职责并不是在战场拼死冲杀 而是保护主攻 说白了 徐楚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曹操的安全 他是曹操的护卫头子 这方面其实可以参照赵云的定位 他俩本质上差不了太多 也就是说 只有当曹操出征刘备时 徐楚才有机会和张飞交战 平时两人根本不可能碰面 徐楚被张飞打伤后 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 所以说汉中之战的后期 徐楚不可能参战 不可能再和张飞有过交手 而曹操在退出汉中后 第二年就去世了 曹操去世 曹丕继位 徐楚继续负责曹丕的护卫工作 然而这个曹丕在军事上 比不了他老爹 当刘备和孙权大打出手时 他竟然坐山观虎斗 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好机会 等尘埃落定后 曹丕再出征孙权 已经失去了灭亡东吴的最佳时机 曹丕一生主要的经历 就是在讨伐孙权 他根本没有去争讨过蜀汉 所以跟着曹丕的徐楚 最多是和东吴猛将过过手 无法和张飞交手了 说白了 徐楚只是曹家的护卫 他的行动必须跟着曹家主攻 曹操死后 他得跟着曹丕 而曹丕基本就没打过蜀汉 徐楚自然没办法 再去和张飞交手了 二 张飞死得太早了 刘备伐吴准备让张飞当先锋 进攻吴军 结果张飞因为科代属下 被属下暗中杀害 一代猛将就此离世 徐楚再也没有机会 去找张飞报仇了 事实上 若是张飞不死 由他出征东吴 说不定刘备还真有机会 击败吴军 重夺荆州 这样的话 至少徐楚和张飞作战的几率 会大大增加 结语 综合来看 徐楚这个人的战斗力和张飞 差距并不是非常大 再加上徐楚本身就是一个 敢打敢冲的猛将 所以说 徐楚是一点也不惧怕张飞的 说徐楚被张飞打伤后 产生了惧怕隐忍下去 不敢找张飞复仇了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难改的 徐楚的前半辈子和张飞交手那么多次 从未怕过张飞 怎么可能在汉中之战后就怕张飞了呢 事实上 徐楚之所以没有再和张飞单挑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 徐楚职责限制 他负责护卫曹家主公 自然得跟着主公跑 二 张飞死得太早了 失去了机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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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